十一黄金周过后 国内的航班机票开始大幅降价 多条旅游线路的价格有了明显回落 有哪些线路比较适合错风出游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上午记者来到市内一家旅行社 见到旅行社工作人员正向过来咨询家市民 详细介绍旅游路线和价格 我打算想去东北 然后因为现在机票比较便宜 然后其实是错风 就是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然后正好这时间也就可以去东北 那里看它的秋色 然后去盘景那里看它的红色海滩 厌内人士分析秋季风光好气候宜人 国庆节后随着出行人数减少 前往各宜本旅游目的地的价格大幅回落 尤其是白菜价格机票 更加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记者网上机票预订平台搜索发言 10月份从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出发至北京 上海西安等地的国内航班 有不少一度五折不同程度折扣机票 其中广州到北京的单程机票 甚至低到一两折 价格在400元到500元左右 珠海到上海的单程机票 2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 现在就是秋季很多就是退休人士过来问 所以是看那个秋式 秋式例如看银行业 或者去稍微远一点去看胡阳林 这些线路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些淡季的时间 现在机票都会截头比较低 有些截头例如打到两截 或者三四截都会有的 看你飞哪一道 但如果去旺季飞东北 或者那些地方可能打的截头就没那么低 据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 出游体秋式的市民 大多数选择了 韶关武子锋 广西 有些去到云南腾冲看银行 远嫁会去到内蒙古的 厄制纳旗看胡阳林 旅行社工作人员建议 对于有出行计划 而且喜欢错峰旅友人来说 现在正是出行的好时机